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空军台南联队传出志愿意士兵遭到学长恶症,下市学长违规要求朱姓士兵在营区内烧文件,并在文件内添加毅然无止,在下市点火后火焰突然冲向朱姓士兵脸部,害他严重灼伤,事后长官为了压案,竟不准朱姓士兵上救护车急救,而是由私人车辆载他就医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朱姓士兵指出,他今年分发到台南空军第一连队第九作战队担任机物工作,在1月19日下午,陈姓士官场要求几名机物人员焚两箱文件,带队的彭姓士兵要求他进行焚烧作业,还加入易燃物食脑油,并命令他点火。 此时朱姓士兵以安全因素拒绝,不料,彭姓下市却趁住朱姓士兵转身时点火,火焰顺时喷向朱姓士兵,让他的左右手和脸部严重烧伤,事后朱姓士兵被送往医护所。 而医官强烈建议需送医治疗,原本朱姓士兵已坐上救护车,硬是被陈姓士官长叫下来,还在医务所待了半小时,陈姓士官长才驾驶自用车载他到城大医院就医。 朱姓士兵强调,陈姓士官长害怕使用救护车后,医务所就会向上报此事,而士官长为避免遭受上级惩处,才强势要求医务所不得上报。 朱姓士兵表示,事发后棚信下使一句道歉也没有,甚至还怪他谁叫你这么不小心,在医院时干部不让他打电话,军中内部报告上呈也是隐瞒事实。 朱姓士兵以此事申请退伍,事关长驳回申请,强调以此理由无法退伍,更之言,除非你自愿赔款,才能以不适服现役退伍。 朱则士人赔九万七千元,并在七月一日退伍。 针对此事件,空军司令部坦承相关人员未寻水消作业程序,私自进行焚作业而不慎造成朱姓士兵灼伤。 该连队以检讨相关失职人员为失责任,并辅导彭信下使与朱姓士兵于六月八日完成和解,接受同事道歉及放弃一切因,刑事法律诉讼权。 不过提到空军回复,朱姓士兵则无奈地说,当时和解是有许多长官派后续责任,劝他一定要签,还有人说如果你不签和解书,就不让你退伍。 而且彭信下使至今仍没有正式向他道歉。